哈喽大家好,我是殷少 然后这期呢打算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化妆刷 因为我看我之前几期视频的弹幕有很多人好奇我在用什么化妆刷 也有一些同学认出了我在用的化妆刷的牌子 所以呢干脆这期就给大家录这么一期视频吧 其实这是我现在录的第二遍了 然后第一遍在我着手剪的时候觉得录的不太好 有点作作什么的 我是打算就是有演示的部分说这个化妆刷的用法 还有它的就上妆的感觉 然后一块录的一个视频 所以说你可能看我演示的那个视频 跟我现在这个妆容是不一样的 就是因为我现在录的是第二遍 我手里有的化妆刷呢是这些 一共是五套 然后其中一套是国外的 然后剩下洗澡全都是国产的 其实关于化妆刷我个人的感觉就是用着顺手 觉得OK就好了 我不是很在意它的材质啊 是不是动物毛或者是什么纤维毛 这个我不是很了解 而且我也不会说宝贝描述上的页面介绍说 这个化妆刷是鼻影刷 那个化妆是眼影刷 我不会根据它的介绍来用 我只觉得这个化妆刷我用着顺手 那我就拿鼻影刷画眼影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吧 不是很专业啦 现在咱们就开始介绍我的化妆刷 先生命一点啊 以下产受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不代表其他人的观点 有些化妆刷的牌子觉得 我说的不太好的话 那就你就当我是一个买家评价吧 那么现在从第一套开始说 第一套呢就是我大学时候就一直用到现在的 是Sigma的这一套化妆刷 它是12支化妆刷 然后加一个刷筒 就是这么样的 可以把它合起来 不会掉的这么一个设计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 这个刷筒我一直用到现在 包括出差啊 或者是出去旅游玩的什么时候 我都会带这个刷筒 包括就是放一些化妆刷 和一些我的笔状的化妆品 比如睫毛膏 眼线笔之类的 这个化妆刷是我七八年前大学时候买的嘛 当时是托朋友 从美国官网直接下的订单 然后人肉给我背回来的 我当时是给了它五百还是八百块钱来着 我不太记得了 我现在这套可能没在售卖了 或者它升级了 反正有说是120美金 或者是125美金的这么一套 这套化妆刷对我的意义来说 就是是我第一套比较正式的化妆刷 就是能叫出牌子的 然后一直使到现在的 你看它现在就是已经无限的在掉毛 所以说这套我基本上没有再使了 唯一再使的是有一套这个修容刷 我用来刷腮红 然后还有一个是它这个韵染刷 这套韵染刷被我拿来当局部的高光 就是刷那个鼻梁鼻头 或者还有这个颧骨这块的高光 是我一直在用的 像它这个面部的刷子我就没有再用了 然后眼影刷我偶尔还是会用的 而且它的质量是非常好 用了这么久了 我一直没有把它们扔掉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珍爱了 然后你看看这个磨损的痕迹 就能看出来我用了有多久 这套刷子我个人不是很推荐学生党直接买 其实像化妆刷这种东西吧 我觉得用着顺手就行 不一定非得出修牌子什么的 有可能说你花七八百 小银行钱买一套化妆刷 但是你用着不顺手 我觉得还不就是买一些国产的刷子 可能几十啊 或者是一两百就能买了一套的 用着顺手的话比较重要 这套因为我觉得它的价格还是偏贵的 毕竟买一套它的刷子 你可以就是购买一整套的 比较好用的底妆产品了 所以说这套不是很推荐学生党购入 下一套我要来说的就是 被大家认出来的几率最高的一套 就是戴墨的这一套 是118元 从性价比来说是 跟我其他牌子的那种12只的 11只的来比 比如说7只100多块钱 算是有点偏低吧 而且这一套我买回来之后 用的不是很称手 然后之前一直是用这个修容刷上修容 还有一个就是用这个上散粉 是这种按压式的上散粉 这一套它的刷毛说是微晶丝 是他们这个牌子独创的一个什么设计吧 然后我反正我不管什么什么丝的 我是觉得这个他们家的刷子的设计 就是刷毛什么的都特别的密实 能看出来它有那种很密实的感觉 刷毛密实的好处就是它抓粉能力很强 那这种眼眼刷什么的 就是非常容易的取粉 但是它的缺点呢 就是容易下手过重 就是刚开始学化妆的人 用这套可能会比较费劲 就是化妆有一定的基础了 然后可以掌握好取粉量的时候 你再用这套刷子会比较合适 反正是我个人的感觉来 如果戴墨的人看到了 不要喷我不要封杀我 然后这一套是我最近刚入的是 魅斯扣他们家的美人鱼系列 然后也是一个国产的牌子 然后这套其实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首先它的设计是黑金的设计 然后美人鱼系列 所以它们的尾巴是圆的 是这种有弧度的 就是很容易抓搂 不会打滑什么的感觉 毛是双色纤维毛 很明显双色的纤维毛 这一套我非常推荐新手的使用 因为虽然这是我最近刚刚开始使的 但是我使用它的概率 明显的就是增大了 它的刷毛非常的软 很适合就是你知道这种 就是上散粉这种轻轻的上散粉 而且它这刷头是尖的 眼下然后鼻翼这种地方就可以照顾得到 还有它这个修容刷我也非常喜欢 非常适合我们这种脸大的人 你看就是刚刚好 就是能卡在我这个窝这儿 刚刚才戴墨的修容刷比一下的话 是大了不少 然后呢比较松软 然后呢这个就是比较扎实 这样松软的就是不会一下子上过重的修容 而且很容易把它们晕开 这是我非常喜欢它这种修容刷的一点 但如果你是脸比较小的妹子的话 我还是说推荐用这个比较好 这个就是这么一小块 不会说晕染的面积过大 它们家这个眼影刷系列是我非常喜欢的 可以看出都是这种叫什么头 我描头吗 还是这种尖头的 反正就是有一个小尖尖的设计 画那种什么假眼窝啊 或者说是上多层眼影的时候 做一个小小的晕染 跟对于这种扁头的眼影刷来说 我更喜欢用这种源头的 就方便于这种大面积的晕染 而且这一套的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一套是12支 然后是149元 我觉得的话新手可以考虑一下 然后对 然后它们家是有赠送刷包的 这刷包我不得不吐槽一下 特别像80年代那种设计 是这种N扣式打开 然后呢里面是这样的 但是它这个刷包 我觉得设计就是很不合理 它是有4个口袋 然后呢要塞12支化妆刷 那基本就是每个口袋是塞3支嘛 然后它们就会互相打架 或者是穿色什么的 虽然说它有这个塑料膜 有给这个塑料膜吧 但是呢我觉得它这个穿色的 这种设计是非常好的 我还是喜欢那种一个口袋 里面塞一支那种感觉 而且这个包的纹路啊 因为是美人鱼嘛 虽然做出这种鳞片式的设计 但是我现在更像是那种 蛇的设计你知道吗 而且还就是看着很廉价 反正我应该不会用出去了 希望商家不要打我 反正这个设计我确实觉得 有点有点丑 然后下面这套就是 我不推荐大家买的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 毕竟我看到说了有5套化妆刷 这套大家乍一看 很华丽 然后颜值很漂亮 这套是宇童家的强威系列 然后是12支102元 然后现在已经下架了 最开始也是被它颜值新颜 可以买的 然后毛也是纤维毛 但是跟这个魅斯扣相比呢 我就是觉得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在镜头里感觉得出来 就是这套就是硬硬的 然后呢 这套就是偏软 所有的这一套对我来说就是整体的有点 你知道有点扎脸的感觉 运染的不是很好 反正它这套已经下架了 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考虑买不买了 但是它这套颜值是真的很好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那个自国系列 然后我有把它拿这个 当那个簪子有化妆刷的另一种用法吧 反正它既然已经下架了 所以我想厂家应该也不会说我啥 然后最后这一套是我之前看其他up主推荐的 我想那个应该很多人也有买了吧 就是什么花样美妆企业店碧玉腾系列 然后11支88块钱 然后性价比还是非常OK的 然后这一套因为这个玩意让我用不到 说是刷眉毛的我用不到 所以不说它了 对我来说88块钱就买了10支吧 这一套的就是脸部的我不是很喜欢 除了这个我偶尔拿来上腮红之外 基本上这三支我都没有怎么用到 这支我有拿来上过高光 让我强烈推荐的就是他们家的眼部的化妆刷 刷毛说是那个细光蜂羊毛 然后我也不太懂 我是觉得就是很软了 然后这支作为运染刷来说是强推的 非常好用的一把运染刷 这支是纯刷 就暂时之后当眼线刷是非常好使的 这个我上上期那个男团妆有出现过 这三支也是非常的柔软 这个用来当那种季节的眼头和眼尾的眼眼刷 是非常好用的 这支可以当做那种化线眼尾的眼眼刷 然后这套呢就是可以用来化眼窝 总之他们家这一套我非常喜欢的就是眼部系列 不是很喜欢那种很特别密实的那种面部的化妆刷 像因为我这个情况吧 如果太密实的话 它会把我的底妆产品带走 所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松散的一些化妆刷 还给首三档推荐一支斯福兰的眼线刷 是专门用来上眼线膏用的 非常好使 第一次用它是在哪个视频来着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有一个弹幕说眼线比它是坏了吗 还是怎么着 因为它是这个弯折的设计 然后感觉特别像坏了 但是它非常适合这种 你知道就是这么用 然后包括就是这种化非常细节的眼线 这把非常好使 但是它的性价比不是很好 反正上百了吧 这么一个人眼线比上百了 一个人眼线比上百了 对我来说还是有点肉疼的 是23号 就是如果你的城市有斯福兰的话 你可以去试一下 或者看网上有没有类似的这种设计 然后总结一下的话 如果是新手的话 我比较推荐这两套都可以非常适用 Mexico他们家的美人鱼系列 一个是画让美妆他们家的这个 碧玉腾系列 这套就算在颜值比较好看 是那种 Tiffany啦那种感觉吧 然后看着比较干净 然后呢这一套就比较酷的 都是很适合新手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做一个选择 然后他们两家的眼部的眼影刷 我都是非常推荐的 不知道他们家有没有拆卖啊 说完化妆刷 然后那个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关于我的平时怎么清洗化妆刷的 首先是清洗剂 我相信基本上大家都跟我一样吧 都是用这三支 然后这个已经是空瓶了 然后打算就是录完视频 可以把它扔掉了 这个我觉得用来洗化妆刷不太合适 虽然它好像也不是本来就是洗化妆刷 它好像是粉扑清洗剂 它用来洗粉扑是非常合适的 什么气垫啊 或者是那种产名的粉扑啊 是非常合适的 然后但是它用来洗化妆刷 我是感觉它那个液底有点过于浓稠了 忘了说这个是大创的那个 专门洗粉扑的那个粉扑清洗剂 然后这个是U-Kiss 洗化妆刷洗粉扑什么的 都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价格也不贵 这个应该是比它稍微便宜一点点 便宜个几块钱的感觉 反正都应该这两个东西都不会超过20块钱 而且还蛮难用的 反正我每天早上用海绵蛋的话 都会用它先洗一下再用海绵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创的一个刷子的清洗剂 但是它这个刷子的清洗剂 可以看到它是这种液体的 液体的就是用量会非常大 这个玩意我买了感觉都快有半年了 也没怎么用 因为我觉得它不太好用 可能洗小刷子非常好用 但是洗大刷子的话就是有点浪费 因为要挤很多在上面 而且不怎么起沫 我还是喜欢洗东西的时候 它起那个沫沫 包括洗自己脸 很多人洗化妆刷可能就是这种 洗上那个泡沫 然后在自己手心搓 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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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这个也是我一直洗化妆的方法 就是一个专门的洗化妆刷的一个垫子 然后它上面有很多很多的那种 不同的颗粒状的 然后有这种波浪状的点点的这种 就是可以洗不同的化妆刷 然后虽然我也没才分出来 哪块洗哪个吧 扣在水池子里 我的洗法就是这样 就这么洗 洗完之后呢 我就会晾在这个化妆架上 这样这样就好了 把它就是搁在桌子上就晾 晾一晚上基本就干了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便宜的 我记得就是十几块钱 二十块钱就能搞定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 这个是Sygma他们家的干刷包 这个当时是跟我这个刷子 我就是一起买回来 打开以后是这样 然后它的用法很简单 就是当你洗完刷子的时候 就是 插在这 然后呢 倒过来用 把这颗扣上 就反向把它扣住 然后它就可以立在你的桌面上 然后这一套我不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 反正是可能它这个本身的皮子的设计吧 像这种大刷子 如果是晾在这种晾刷架上 它自然干的话它可能一晚上会干不了 但就是如果是干刷包的话 基本上我记得当时他们家官网介绍的 四小时就能将你的刷子晾干 用它来晾的话 基本上就是这种大的刷子 这种毛很密的刷子它能干掉 这个东西其实可有可无吧 就是只有一套化妆刷 然后第二天特别着急用 然后但是化妆刷特别脏的话 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实用的 但是它的性价比不是很高 我忘了这个东西多少钱了 大家可以上淘宝搜一下就是SIGMA的干刷包 我不知道现在还没有卖 估计是没了吧 毕竟这是七八年前的东西了 所以我也不太确定它有没有再卖了 还有一个东西是这个 然后打开你们就知道什么东西了 是这个东西 可以快速的将你刷子上的鱼粉 扫比较干净的一个东西 这个当时是我在跟朋友在去香港玩的时候 就是没有带任何清洗化妆刷的东西 然后我的化妆刷就一直是那种 就是想换个颜色都换不了 因为没法清洗嘛 当时在那个SASA买的 我忘了是199还是299港币 然后就这么一个玩意儿 就这么一个玩意儿 就这么贵 但是没办法嘛 只能着急就这么买了 其实这个东西 现在淘宝上有很多 有点就是很像那个我爸在养鱼 然后那个上面那个过滤水的那个过滤棉 小的店铺卖那种自制的 就是用一个铁盒 然后把过滤棉搅成圆形塞在这里面 一个东西卖十几二十的 或者买一大块过滤棉 然后自己剪一剪 然后也可以用来当做清洗刷子的一个东西 这是我推荐给她的一个小玩意儿 说的我热死了 因为要录视频 所以那个我没法开窗 我通风我现在整个人是冒汗的情况 然后这期视频就到这结束吧 关于我推荐大家的化妆刷 大家可以当一个参考 毕竟现在咱们国人的制造力越来越强了 很多淘宝店自己出的化妆刷质量也是非常不错的 不一定非得追求大品牌的化妆刷 自己用的衬手是最重要的 那咱们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吧 拜拜 哦对了忘了 收拾东西的时候才想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反正是我化妆刷用的这些东西 我都干脆就是坐在一个合机里 就是你有没有 或者你知不知道的话 我也就不管了 就是这个东西 我其实推荐大家买一点 这个东西叫啥来着 反正就是那种化妆刷的保护套吧 可以帮你保护一下你化妆会刺毛什么的 反正这个玩意儿应该一套也很便宜 这几块钱 化妆刷比较多的话可以买一点 像这种散粉刷呀 然后那个腮红刷它比较大 它这个毛经常就是这么扎着的话 我感觉是不太好 而且很容易跟其他的那个化妆刷穿色 或者是就是卡到什么地方 如果说有这么一个保护套的话 就是一是